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包红包 我最多有包过 可能一个人可以三千 Lawrence 我想为你工作 说一说大家好 我是六月 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们请到了团圆饭的主要演员 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围炉 让我们欢迎 大家好 哈啰 大家好 向云姐在这部电影里面 她是演妈妈 对 我们是母子 儿子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发生 后来我这个妈妈是不速之客 我觉得团圆饭这部电影 说到了团圆饭的精神 跟谁吃啊 很重要对不对 非常重要 那你觉得跟我们现场 大家一起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可以吗 那我们先开动好不好 非常有趣 今天还要注意吃相啊 向云姐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新年的时候带另外一半回家 你们就会看那个 另外一半的吃相怎么样 就表示说这个人的人品如何 还有吃完 你们把碗碟拿去后面洗 这很重要 需要洗碗吗 这个当然呢 以后呢 他是家里的一份子嘛 那如果他有参与感 他就会去做这件事啊 你知道他们讲说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先洗碗 然后我先打破几个 下次人家就不敢叫我洗了 打破几个 对 我去过一个华人的家 他们的盘很贵的 他们自己跟我说不要洗很贵 他们不相信我 我可以了 今天准备的就是火锅 你们一般过年的时候 都一般会吃什么过年 火锅 当然就是我觉得年三十晚的时候 吃的火锅 它料会比较好一些 我不是会煮的人 所以就很简单 现在我主要是喜欢做一个那个 烙味饭 这样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年期间 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很多 是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包红包 有时候忘记了 去拜年 今天忘记包红包 赶快大家来帮忙 我其实很想知道 就是你们要怎么样去定义说 我今天要包多少钱给这个人 就看他们之前包多少钱给你 对 你就要包回去 对我来讲 新年的红包 最主要是给一个好兆头 我包红包 就是可能就五块 十块 二十块这样 一个意思就好了 对了 一个意思 我听我的中国朋友说 他们包一个红包 要新币 五十块钱了 你在中国是这样吗 就比如说我今年可能 赚的比较多 不好意思讲 可能一个人可以三千 哇 是什么钱 新币 哇 Lawrence I want to work for you 我可以 现在 我可以 就看你今年赚多 就看你今年赚的 是啦 因为你赚的多 就是大家也辛苦 大家陪着你工作 但是我前天在中国拍 小娘惹 他们是流行 抢红包 这怎么抢 就是可能我们会发 在群里发 两千人民币 大家就抢了 有些人拿到很少钱 有些人拿到很多钱 所以他的这个数目是随机的 随机的 对 这样很好玩 我有玩过 我的老板会拿十个红包 让我们去调 那年很滑的话 你会拿到五百 然后那些不大滑的 会拿到两块 别的国家的钱 对啊 别的国家的钱 我拿到十块新币 我很开心了 我是向云姐 就是还没有结婚的 但是年纪比较大 一样是可以收红包的 一样可以吧应该 对啊 可以啊 为什么 因为你还可以收是不是 你都没结婚就可以收啊 如果我是单身 我需要给小孩子吗 如果你要给他们还是可以拿 但是如果我不要可以给也可以对吗 那个是有主要的问题 是啊 所以我不给的 不过如果你给他们会很爱你的 无所谓 不要紧 我不需要他们爱你 不我家好像晨曦她工作了吗 嗯 我给她 她也给我的 嗯 哦 我也是给父母啊 好吗 我会包给你的 蛤 真的要哦 如果你赚钱 多少给爸爸妈妈买一个红包 他们很开心 嗯 其实我们庆祝图街的时候 没有这个 给红包拿红包的这个 但是因为我们是新加坡人嘛 我们看华人每次交换红包 然后我们也是觉得 OK啦 我们的印度孩子也需要享受这个 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 他们也会包给我们 而且 因为图瑶节也不是我们的新年 几时是新年了 3月4月差不多 叫什么新年 什么节日 印度纽约 Tamerl约 因为新加坡没有这个公共假期嘛 所以很多人不懂 那你有收过最大包的红包是多少钱 是一个红包 哇 哇 可能是四个红包 不是Lawrence Lawrence还没有给我 Lawrence还没有给我那个三千 你没有特别喜欢吃新年期间的什么零食吗 这种 你去我家 你看满足就是我爱的黄黎叔 肉干 鸡人酥 Gran market是很好吃的 桌上有什么就吃什么 你很不挑 你在中国那边吃什么啊 过年 过年我都在竹里过嘛 除夕也在拍 可能拍到下午 然后可能晚上的时候 整个剧组都会去吃 所谓团圆饭 然后可能初一休息 初二就开工了 今天在新加坡可以好好吃咯 也要克制一下 独妖姐 我们没有像你们这个团圆饭 所以我们会去很多家 现在有这个疫情的关系 我们很难去别人的家 我也OK啦 不喜欢吃日本 他妈有问很多问题的 对 尤其是身为艺人 有的时候 人家就会开始问你 你怎么最近没有拍戏啊 怎么我电视上没有看到你啊 他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开始问 你们会很害怕遇到这样子的亲戚吗 嗯 嗯 我就是那个问的人 大多数的问题我会回答 因为我可以跟他们搞笑一下 但是如果经济方面的问题 我也觉得有点感情 我不喜欢他们问 像Lawrence的话你会吗 遇到这种问题 我还好 就比较多人会要拍照 可是你知道像我天天在工作 可能难得春节的时候在家 你可能穿得比较邋遢一些 可是毕竟也是亲戚 你还是硬了人家吧 也许要等一年 嗯 我觉得拍照好过被问问题啦 然后六月年呢 在马来西亚就是你除了亲戚 邻居都来拜年的都很热情的 对不对 马来西亚一些比较相差的地方是可以放鞭炮的 嗯 所以你就会听到开始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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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你这时睡了 十二点你过了 对 特别吵 就听到了 嗯 所以就 就 我们的童年是放鞭炮 直接到 我是住政府组屋啊 有很多人就把竹竿给亮出来 他们的鞭炮就往下放这样长长 然后十二点一到就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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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家一起手碎 尽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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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没有立春存钱的习惯 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咧 不发脾气 哦 很难 你不像这样的人啦 我不要没这种promises 你懂吗 我很怕 很多压力 好 我们的快问快答就到此结束 所以我看到你们没有要穿红色的内裤吗 给谁看 财神爷看 没看 你却别人家会参加新年的活动吗 我不会打麻将 给你做吗 聊天 吃东西 阿姨叔叔 新年快乐 红包 是 哇 小弟弟 你的中文讲得非常好 阿姨叔叔 给你做一点 你会不会特别去背吉祥话 然后去人家家拜年 不会 不 真的 我听到吉祥话 我会很开心的 真的啊 真的会 OK 为了你 我会去背 然后你就传视频给我看 可以 然后我就给你红包 我们今天其实坐在这里的话 是因为一部电影 叫做团圆饭 对不对 能不能请大家就是说一下 你们在电影里面有没有哪一场戏 是你们特别难忘的 就是我们欢迎 你朋友的爸爸过来 新加坡 就那场戏嘛 好笑 我觉得那场戏值回票价 团圆饭它喜剧底下 还是有一些比较深的含义 跟家人的关系啊 跟朋友的关系啊 等等的 都在这部电影里面 其实这个戏真的说出了团圆饭的意义 我看了之后呢 你会珍惜你和佳云的团圆饭 我跟他们演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需要当一个华人 才能了解这部电影 虽然你听不懂中文 你还可以跟着那个字幕啦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联系到 最后可不可以请大家讲一下 新年对于你们来说是有什么意义的 对我来说是 给我多一个机会了解你们华人的传统 陈宇都讲了万象更新 新的一年给自己一个新的希望 一切重新再来 对我来讲就是家人嘛 不管你在世界各地 新年的时候就是跟家人团聚的时候 对于每个人来说 新年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 但都是希望说你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度过 所以我们这部电影呢 将会在2022年的1月20号正式上映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团圆饭 节目结束之前呢 跟大家拜个早年 六月祝大家六六大顺 新小事成 身体健康 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真的很简单 新年快乐 喜欢我们的视频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漏看咯 我们的视频 看我看看 我能不能做到 我来分辨的 需要继续 感谢观看